你一直在对海鹰放电 应该所有男人都会吧 我很真诚 但看起来有点像是 那个自文败类的感觉 辽俊倩自文败类 狂辽徐卫宁 日剧男生被害者二全中文超狂 要不要加入我们的企业基金会啊 中间的朋友 加入我们吧 赵小泉 徐卫宁等原版人马出演的 谁是被害者第二季即将上线 加入辽俊倩藤刚店两位男生 曾经角色 所有的纸义观众 在世界上 我希望你们享受第二季节 看到标志 各位各位看 我们在中国课中 加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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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演员记者的徐卫宁 和雅斯伯格镇的见识人员张啸泉 延伸出感情線 卻和飾演迷一般的 基金會執行長劉俊傑 有很多對手戲 第一次碰到他的第一場戲 然後我們兩個就在一間 一個空間裡面 他其實受傷了 我需要幫他治療 然後呢 台詞是 你的東西在哪裡 我去幫你找 就找他找他找 然後他就他 這後面就是他自己的機器 我在那邊 不是在那裡 你一直在對海音放電 應該所有男人都會吧 我覺得不用做太多 真誠就可以了 我的母親就是我的真誠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因為我 我本人的關係吧 我很真誠 但看起來有點像是 那個世文敗類的感覺 台詞很多欸 我以為 我要演的是從日本 就是 日本來的檢察官 然後結果看了那個 日本的時候 都是全中文 嚇到我 2006年來台牌偶像劇出道 現今已經試著巨男生的騰鋼店 時隔11年再拍台劇 感受到台灣拍戲環境變好了 其實 差很多 價錢方面好不好 這個 我可以講嗎 大概10年前 15年前 在台灣拍那個 拍戲的時候 工作環境 跟現在日本差不多一樣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 台灣這邊的工作環境 變得非常的 呃 人性 我的意思是 那個工作時間 包括演員 呃 所有的人 對待的那個 呃 這真的 我覺得很 很 合理 為了 創造一個 就是很好作品 那 人一定要抽血啊 因為我在 各國有 就是 那個工作過 然後 這個比起來 現在台灣的工作環境 就真的 真的很不錯 那睡覺的時間 就是抽屬的時間 隔天的那個 turn over 的那個 時間也是 呃 很合理 好吃的方便 那也是 變得熱熱呼呼的